健美 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 并一直延续至今的运动之一 更历经了2000多年历史的演进 始终没有被审美变化给打败 是人类一直在追求的终极利与美 而有一人他不仅在健美上有着划时代的成就 他更颠覆了人们对健美选手的印象 使而健美选手也能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 他就是现代版的海克力士 健美之神 阿诺斯瓦辛格 奥地利的第二大城格拉茨 西边有一个名叫塔尔的小村庄 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村庄 虽然跟格拉茨市区仅仅只隔了一座山丘 但就像是因此让这里与四格决一样 使得这里并不像格拉茨那样的富裕繁荣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地方 诞生了一位近代最著名的奥地利人 阿诺斯瓦辛格 阿诺出生这个并不富有也不贫困 就跟塔尔这个村庄一样平凡的家庭 他的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 而父亲则是当地的警长 夫妻俩共同拉拔阿诺和哥哥两个孩子长大 虽然奥地利是著名的音乐之徒 乍听会以为奥地利人都很浪漫油好 实际上在阿诺的家里却不是这样 或许因为父亲是警察的缘故 使得管教起兄弟俩时总是特别严格 只要他们一犯错不听话 比起大声的斥责 皮带倒是很快就会招呼过来 因此两人从小就非常乖巧 完全不会在外头惹出什么麻烦 而虽然兄弟俩都很听话 但比起阿诺 父亲很明显的更偏爱哥哥 父亲不知为何的在阿诺小时候 就一直认为他不是自己亲生的 所以做任何事实都会对哥哥比较偏袒 长期下来就让阿诺很不是职位 并下定决心一定要比哥哥更强 让父亲能对他刮目相看 阿诺的父亲虽然是一名警察 以前却也曾做过运动员 因此他的父亲始终对运动保持着热爱 时常也会带兄弟俩一起去观赏运动比赛 而在看了各种运动比赛之后 对于一直想超越哥哥的阿诺来说 他或许找到了最好的途径 起初阿诺尝试过非常多种运动 从路上跑的到水下游的 只要他又知道了哪项新的运动 他一定都会身体力行的去尝试看看 后来他发现自己最拿手的是足球 当然这也是奥地利最热门的运动之一 于是就让他朝着足球开始发展 对他来说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阿诺的足球踢得不错 一直踢到中学年纪前途不可限量 唯一的小缺点就是他的力量有些不足 因此足球队的教练就打算带他到健身房 好好的锻炼一番 没想到这一练下去不得了 阿诺竟然觉得锻炼过程比踢球还要有趣 此时的他已经顾不得足球了 他开始天天泡在健身房做重训 只是这还不是他因此走上健美之路的主因 事实上真正开启阿诺健美生涯 还有另一项因素 就是从1957年开始 意大利翻拍了多部关于贺丘利斯的电影 并在欧洲掀起了一阵贺丘利斯风潮 贺丘利斯是罗马神话中的一位英雄 形象参考之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半神海克利斯 是一名力大无穷又足智多谋的壮汉 阿诺一见到这个角色形象就深陷其中 尤其对当时饰演贺丘利斯的演员们更是仰慕不已 他不只想象那些演员们一样强壮 也想象他们因为壮而出演电影 所以他开始全心全意的投入健身 并且健美更成了他的志向 虽然阿诺放弃了可能成为职业足球选手的机会 但他的这个决定 却将会彻底改变整个健身界的历史 阿诺对健身展现了十足的热情 甚至还会参加格拉茨当地的健身活动 并因缘际会的认识了一位贵人 当时还只有14岁的阿诺 是活动上少数年纪这么小的人 但他的身材却不错 已经有180公分左右的身高 所以就被同样参加了这项活动 前奥地利健美冠军库尔特给注意到 库尔特认为阿诺身材条件不错 又有上进行 或许是一名可造之才 于是就主动邀请阿诺到他的健身房一起训练 阿诺喜出望外 因为他才刚接触健身没多久 竟然就能得到前奥地利健美冠军赏识 他二话不说的就跟着他到健身房训练 在专业的健美选手指导下 阿诺的进步幅度只能用飞快来形容 他很快就将自己的身体 练出了能参加比赛的水准 因为他甚至练得比师父库尔特还要勤奋 据说有一次健身房工修没有开 已经成为健身狂人的阿诺 还破窗跑进去偷偷使用器材 让他因此留下了一个令人喷饭的暗底 而阿诺之所以宁愿犯法都要健身 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上瘾了 二方面是他总是不停地讲着垃圾话 他会一边健身一边斗在场的人笑 把整个训练过程变得格外有趣 也使了健身对他来说就像是在玩一场游戏 让他怎么练就是不会腻 当然在阿诺持之以恒的训练下 他的体态他的力量也越来越好 并在他16岁的时候 迎来了他生涯第一次的比赛初体验 阿诺最早参加的比赛 其实并非是健美的比赛 而是健力比赛 健美是强调肌肉线条的优美 而健力则是着重在肌力的发挥 健力选手不一定会有健美选手那样的体态 健美选手也未必能有健力选手的力量 虽然两者都会在锻炼肌肉 却是截然不同的两项运动 而尽管阿诺的目标是成为健美选手 但还记得他之所以走上健身这条路 就是因为想像电影中的贺丘利斯一样力大无穷 所以他才会同时练健美和健力 并且他健力的成绩也很优异 像是他曾拿下青少年国际健力比赛冠军 更曾经写下硬举的世界记录 可见如果他全心全意朝着健力发展 一定也能闯出一番成就 只是健美当然还是阿诺主要的攻略方向 他在17岁那年第一次站上健美的职业舞台 并且就拿下了第四名的成绩 虽然他没有进到前三 但要知道健美是经验越多越厉害 健美选手年纪越大可能会比较强 而还有一脸稚嫩的青少年阿诺 就能在一票巨巨大叔旁占据一个席次 就晓得他虽然年纪较小 却已经练得非常出色 一点都不输给直升的健美选手 这也为他日后参加其他国际赛事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岁是奥地利登大郎的年纪 对阿诺来说 更是他健美生涯开始爆发的起点 他离开了故乡奥地利 到欧洲各地去比健美 并且每一次都有所斩获 基本上只要有他参加的比赛 多数时候都是由他拿下冠军 而这段期间他所参加最著名的赛事 当属于英国伦敦举办的环球先生健美比赛 当时阿诺参加的环球先生赛 是由英国业余健美协会举办的比赛 并不是国际健美总会所举办 同样名为环球先生的另一项健美赛事 但英国的环球先生赛 其实历史更悠久 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重量级健美赛事 因此若能在这场比赛拿下好成绩 也等同已经是晋升世界级 阿诺在1966年第一次参加环球先生赛 并拿下了业余组的第二名 第一次参赛就有这成绩已经十分出色 况且他才19岁 只是他并没有满足于这个成绩 赛后他马上就回到健身房继续训练 直前就着手备战下一次的残赛 结果在隔一年的环球先生赛上 他果真打败了重参赛者 拿下业余组的冠军 是史上最年轻的业余世界冠军 业余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尽管他还很年轻才刚满20岁 但已经是时候往更高的成绩迈进了 阿诺想要更加强化自己的肌肉 突破自己的极限 好能在其他国际大赛上继续斩获好成绩 但家乡奥地利的训练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他 他如果想要成为真正的世界顶尖 想要成为健美界的最巧 他势必得去健美最盛行的地方 而那个地方就是 美国 虽然健美源自于欧洲 但拥有大量资金和人才的美国 才是将这个运动给发扬光大的推手 国际比赛更几乎都是由美国人所称霸 因此想要得到最好的训练 只能前往美国 于是阿诺带着他微薄的存款 以及还非常生疏的英文 就这样一人之声来到美国 准备以自己的肉体 征服世界 虽然刚来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的 但这并不会对阿诺造成阻碍 因为他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持续执行他每天的训练菜单 直到练成世界第一 他从小就培养出了强大的专注力 再加上美国最先进的器材和训练方式 可说让他如虎天翼 再次飞快的进化 他在美国训练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马上就参加了1968年的职业组环球先生赛 并且更直接就拿下了冠军 当然这让他又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职业组冠军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站上了顶点 然而这依然不是他的终点 因为环球先生赛虽然大 却不是最盛大 还有其他大赛等待他来征服 1962年22岁的阿诺 开始横扫职业见美界 不仅残联了英国协会举办的环球先生赛 也拿下了世界总会举办的环球先生赛 他成了两个最大组织的双料冠军 但真正的重头戏却不是这两项赛事 而是被尊为健美界最大盛宴的 奥林匹亚先生大赛 奥林匹亚先生大赛 简称奥赛 是整个健美甚至健身界最崇高的赛事 虽然这个比赛的历史并不长 阿诺第一次参加时也才搬到第五届而已 但这是由国际总会 直接主导的最高层级赛事 从开办以来就被视为是健美界的奥运 因此得要拿下这个比赛的冠军 才能被称作是真正的世界冠军 然而纵使阿诺挟着双料环球先生头衔 在奥赛上人就只以第二名鲨鱼而归 就知道真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值得一提的是 笔下阿诺的这位奥林匹亚先生 叫做赛吉欧奥利巴 或许大家对他并不熟悉 但有看过刃牙这部漫画的人 就一定知道他 因为他就是漫画中奥利巴的原型 也是残联了三届奥赛冠军的超人 现实中的他绝对跟漫画里一样强大 而这倒是也让阿诺的目标变得很明确 因为这代表只要他下次能打败奥利巴 那他就会实至名归的成为世界第一 光想到这就让他热血沸腾 练起来更加充满干劲 除此之外 阿诺也在这时得到了出演电影的机会 他在1969年接到了大力神在纽约 这部电影的邀约 并在电影中饰演著名的壮汉角色 贺秋莉斯 虽然这是典型健美选手会有的戏录 只是就是因为太过典型 反而让他事后坦承自己 不是那么喜欢这部电影 尤其还因为这部喜剧 使得他看起来好像壮壮傻傻的 加上电影上映后 剧组还随便给他起了个艺名 叫做《阿诺壮》 让他连听起来都不太聪明的样子 因此让他很后悔接了这部电影 而这部电影最终也并没有得到太好的回响 不算是一部成功之作 但不论如何 这都是阿诺生涯所出演的第一部电影 对他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经验 还记得他小时候 就是因为看电影才认识他的偶像 并因此展开了他的健身 健美生涯 其实他心中早已潜藏着电影梦 也为他将来转战好莱坞 埋下了伏僻 虽然就此开始成为演员似乎也不错 但对还未真正站上世界之巅的阿诺来说 他的首要目标依旧是打败奥利巴 成为新任的奥林匹亚先生 所以在1969年演完电影之后 他就暂时不再接任何电影邀约 而是专心地备战接下来的健美大赛 在1970年的奥赛上 阿诺带着自己有史以来最棒的状态参赛 就是要来直指这一年的奥林匹亚先生 他很顺利地通过了预赛 并站上了决赛舞台 此时台上只剩下一个人足以和他较量 那就是三届奥林匹亚先生的奥利巴 两个人的体态状态都非常完美 一时间评审也不晓得到底要选谁 只见两人在舞台上摆姿势 都摆到体力透支了 于是奥利巴就向阿诺提议 两人都先下台去休息 胜负听天有命交由评审做判断 阿诺第一时间也答应了 结果正当奥利巴准备下台的时候 阿诺却突然又开始摆起姿势 并向奥利巴挑衅 逼得奥利巴赶紧回到台上继续对抗 只是最终能让阿诺夺下冠军 阿诺也以23岁至0 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奥林匹亚先生 虽然阿诺如愿打败奥利巴 拿下了健美界的最高殊荣 但比赛过程中的这段插曲 还是为他带来了舆论压力 有些人就说他是耍手段才赢得比赛 三届冠军的奥利巴 怎么可能输给这个矛头小子 但事实上整场比赛 阿诺本来就和奥利巴分庭抗领 甚至较年轻的阿诺也还没打算要下台休息 他当下答应奥利巴后又继续摆姿势 只是想让严肃的比赛多点有趣的互动 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诙谐人设 当然评审也并没有因此就偏袒他 他是靠扎实的实力拿下比赛胜利 只是既然有人不服 那他也没什么话好说 只要他能守住自己的奥林匹亚先生头衔 自然就不会再受到质疑 所以他不只持续的专注在训练上 还全力投入在下一次的奥赛 其他比赛都不再参加 可想而知像他这样的健身狂人 还加倍的努力 只会让其他人更加难以气急 只是正当他一心专注在训练的同时 家乡奥地利却传来了恶号 阿诺的哥哥因为一场车祸身亡 德年仅25岁 一年后他的父亲也病逝 家中成员接连的离去 为阿诺一家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打击阿诺的却不是家人的离世 而是他后来所面对的舆论抨击 事实上不管是他哥哥还是他父亲的专理 阿诺都没有参加 并还都以备战奥赛为由 连奥地利都没有回去 这就让人们对他的行为感到诧异 一时间也认为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然而多年后阿诺才出面澄清 说他确实跟哥哥和父亲的关系不好 除了先前提到的哥哥受到偏袒之外 父亲更时常以打骂教育为中子 时常殴打还年幼的阿诺 这就让他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也才因此没有打算回奥地利奔上 至于阿诺当下为什么不马上澄清 因为他真的全心全意的投入在健美训练上 尤其健美这种完全依赖身体的运动 只要一天没有练 可能整个体态状态就跑掉了 因此就算他想回家 当时也还真的抽不出时间 一下面临比赛耍炸遗云 一下又被非裔家庭关系 这对阿诺的人品简直是双重打击 纵使私底下的他 其实是一名人见人爱的大男孩 但越出名就越容易受到舆论攻击 因此他只能用实力和成绩 来为自己反击 而他后来也确实守住了 1971年的奥林匹亚先生 这本该是还给他公道的时候 没想到这竟然是另一次的打击 1971年的奥赛发生了罕见的一幕 冠军赛竟然只有阿诺一名选手站在台上 本该跟他同场较劲的另外三位选手 全都在赛前被以资格不服淘汰了 原因是这些选手赛前曾参加其他协会的比赛 违反了奥赛主办方国际总会的规定 因此阿诺就直接不战而胜了 比赛结果移除也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不少人就认为这个规定有瑕疵 不然怎么会连奥赛场客奥利巴也被淘汰 只是更压力三大的 莫过于这届的奥林匹亚先生 阿诺本人 因为这等同是让他的连两座世界冠军 都被打上了问号 他不知究竟要到何时 才能真正的成为 令人尊敬的世界第一 1972年的奥林匹亚先生大赛 不只是阿诺要卷土重来的比赛 其他顶尖参赛者也准备要为上一届血池 使得这届奥赛 堪称是开办以来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届 不只过去几届的老面孔 阿诺奥利巴都入选决赛 决赛台上更共有六位选手 每一位都有长年的比赛经验 并且生涯都至少拿过一次环球先生头衔 是实力非常坚强的阵容 只是他们在阿诺面前仍就相形实色 只见阿诺那完美的线条和百姿 获得了几乎所有评审一致好评 让他从这六人中脱颖而出 拿下了这届的奥赛冠军 而这不仅是他的奥林匹亚先生头衔三脸霸 也是他终于在没有任何非议之下 所拿下的奥赛冠军 他终于战上了健美世界之巅 虽然过去发生了不少事 但他其实也才25岁而已 他将来依旧大有可为 只是新的挑战也接踵而至 在阿诺称霸奥赛的期间 一位新生代健美好手横空出世 他叫做法瑞诺 他在短时间内很少了美国各大健美比赛 被认为是实力非常强劲的健美新秀 再加上他有一项少见的优势 就是他的身高有将近200公分 虽然说健美并不是身高越高就越好 而且身高越高所需要的肌肉量也越多 其实更难练 反而是一项劣势 但只要能练起来搭配那修长的身形 就能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因此这位高大的健美选手 就成了阿诺的威胁 阿诺在1974年的奥赛寻求未免五连霸 决赛碰到的对手正是法瑞诺 并且只有法瑞诺一人 两人将一对一面对面的分出高下 而法瑞诺果真将他巨大的身材 练得非常出色 看得出他真的下了不少功夫 可是他碰到的是最巅峰之年的阿诺 阿诺充满自信的展现他每一寸肌肉 甚至他不用摆就已经非常立体 他几乎练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强如法瑞诺也不是他的对手 当然也就让阿诺继续保有奥林匹卡先生头衔 阿诺和法瑞诺的对决 一直持续到1975年的奥赛 但法瑞诺就是无法撼动阿诺的地位 让阿诺写下了奥林匹卡先生六连霸 已经可说了当时健美界最强大也最伟大的传奇 只是阿诺也在这时抛出了震撼蛋 在赛后一近28岁的年纪 就宣布从健美舞台离去 健美选手的巅峰期科医很长 40岁成为奥林匹卡先生的大有人在 而阿诺才28岁 他其实大可继续称霸健美界 但他有长达6年的时间无人能抵 可说也已经找不到对手 再比下去对他来说也没什么意思 是时候转战他的另一个美国梦 好莱坞 事实上阿诺早在1974年比完奥赛就有退休打算 当时他和其他健美选手共同接到了一部电影邀约 是一部关于健美选手日常训练的纪录片 虽然电影里没有名讲 但名眼人都晓得这是为阿诺而生的电影 只是现在碰到了一个问题 阿诺已经没有再比赛的打算 尽管这部电影还是可以拍下去 但少了他就变得没那么有看头 所以导演就说服阿诺 希望他能再比最后一次比赛 也就是1975年的奥赛 最终阿诺接受了 并让剧组能随时在自己训练时做拍摄 只是拍摄期间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 因为剧组其实是一个小片商 拍到一半才发现超出预算 这部片可能因此开天窗 为此阿诺还好人做到底 帮剧组募资完成了电影拍摄 电影也才能如期在1977年上映 片名为《钢铁之男》 这部片上映后受到了不小回响 尤其对阿诺更是大加分 片中阿诺将自己真实的性格斩肉无遗 观众这才知道原来阿诺并不如想象中冷酷 反而还很风趣 他的表现也为整部片提升了精彩度 当然在看到了阿诺这么圆滑的个性 以及非常自然的举手投足后 让他也开始被大型电影制作公司给向众 护腰出演环球影业的最新力作 《王者之剑》 《王者之剑》是一部背景设定在中世纪 有着魔法和妖怪的冒险奇幻故事 而阿诺饰演剧中的主角柯南 不是外表干支小孩智慧过于常人的那个柯南 而是根据原著小说中 一位名为柯南的勇者 整部片就围绕他的冒险展开 这部片是阿诺的第一支不只是要他秀肌肉 还要武打骑马的电影 但他只是一名健美选手 这些他哪会啊 所以他还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 做健宿和马术的训练 电影也直到他训练完才开始进行拍摄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他为电影做准备的期间 阿诺自认自己的体态练得绝佳 所以在1980年时突然就付出比健美 并参加了1980年的奥赛 甚至还拿下冠军 但也因此让这些奥赛充满了争议 许多人就认为阿诺的体态并没有比前好 甚至是没有比其他参赛选手好 不知为何评审会做出这个裁定 而排名紧跟在阿诺后面的几名选手 更对这个结果无法接受 首先就联手对下一届奥赛进行霸赛 这更导致奥赛和美国撕破裂 从此不再由美国的电视台做转播 因为霸赛的选手亲一色都是美国人 事实上从阿诺1975年退役之后 健美比赛就几乎全都有美国人称霸 不再像往年一样各国选手百家争鸣 所以1980年阿诺回来抢走奥赛冠军 抢走了美国人的冠军 才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弹 但不论如何结果已经无法改变 这座奥赛冠军对他的新电影也成了最好的宣传 使得《王者之剑》在1982年上映后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 阿诺也因为这部片的成功 终于能正式的进军好莱坞 伴随着《王者之剑》的成功 阿诺勇猛的形象也深知人心 让他得以接演《王者之剑》的续集 《毁天灭地》 有趣的是 虽然阿诺依旧是这部电影的主角 但这次的焦点却不全然在阿诺身上 因为当时剧组还找了NBA传奇张伯伦 以及WWE巨星巨人安德烈 两名现实版的巨人共同出演这部电影 让阿诺那本该恐无有力的柯南这个角色 都相形失色 这三位跨领域运动员合作拍电影 确实成了电影很好的宣传 只是比起《毁天灭地》这部电影 同一年上映了阿诺的另一部电影 才是终于让他以演员身份被世人给赞赏 那部电影正是The Terminator 魔鬼终结者 阿诺在《魔鬼终结者》中 饰演一个从未来回到过去 名为终结者的杀戮机器人 虽然在剧中他是一名反派 他的台词也非常少 但他却让观众牢牢记住了这个角色 电影也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事实上这部电影从玄角初起 就并不是那么顺利 电影公司本来不是想找阿诺来演终结者 而是想让他演男主角 但是导演并不认为阿诺适合演这部电影的男主角 反而意外发现他适合演电影里的机器人终结者 所以就改找他来演终结者 只是阿诺在得知自己是演机器人后 反而对这部电影兴趣缺缺 因为他看了一下剧本发现 机器人就只是在里面走来走去 然后没有说几句台词 让他看起来就像是蠢蛋一样 从他拍了《大力神》在纽约之后 他就极力避免拍那种让他看起来很蠢的角色 然而在他看了拍摄过程和后制剪辑后 他才惊觉原来这是一部高张力的动作片 并且他所饰演的终结者 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酷又强大的人型机器人 这才让他充满了干劲 并决定要好好扮演终结者这个角色 而导演在看了阿诺的演出后 也非常惊艳 因为他那独特的奥地利口音 让他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机器人 虽然他的台词也就那几句 但每当他开口 总是让人不寒而栗 尤其是那句成为了影史经典的话 I'll be back 更是让人直接就能感受到他的压迫感 后来电影上映后不仅取得巨大的成功 也重新建立起了阿诺冷酷硬汉的形象 让他陆续又揭拍了好几部跟这类似的角色 像是1985年的魔鬼司令 1986年的魔鬼杀阵 和1987年的终极战士等 清一色都是这种不苟言笑的硬汉角色 事实上也因为这些角色的一致性 让像阿诺这样的肌肉男不再被视为是丑角 早期人们对健美肌肉男的刻板印象 还停留在大力水手普派那种滑稽形象 直到阿诺眼活了严肃的性格 才彻底的扭转了肌肉男的命运 阿诺接连好几部片都叫好又叫做 也让他成为了当时席维斯史特隆之外 好莱坞最著名的硬派武打巨星 阿诺先后在健美界、影视界都闯出了一番名堂 但他始终没有满足于现状 他的野心也渐渐藏不住了 他想再跨足另一项领域 那个极度复杂、难以升任的领域 那就是政治界 事实上阿诺和美国政治界早已有渊渊 他在1985年时曾帮美国拍摄反读宣传影片 让他因此和当时的美国总统雷根有了交集 巧的是雷根年轻时也是一名演员 并且也是一名欧洲裔 生涯经历就跟阿诺有几分相似 因此雷根就对阿诺十分赏识 这就成了阿诺步入政坛的起点 2003年阿诺突然在脱口秀上 宣布自己将参选美国加州的州长 消息一出让所有人都跌破眼睛 因为他是彻彻底底的政治素人 也完全没有从政经验 甚至还是为外国人 他到底凭什么参选 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新鲜感 以及他过去在健美界、影视界带来的好感 让他竟然就当选上了加州州长 后来阿诺做州长做得好不好不与自贫 至少加州当地人是喜欢他的 让他在2007年得以连任 并顺利的在2011年卸任 这8年的州长体验 不只让阿诺州长想测世界 让他也成为了可能是美国史上最有名的州长 阿诺从加州卸任后 原本还有人开玩笑说阿诺搞不好会去选总统 事实上他还真的有考虑过 只是他并不符合美国总统的参选资格 因为美国总统候选人需要在美国当地出身 显然阿诺并不符合这个规定 所以最终就作罢了 阿诺从政坛下来后 除了偶尔回归电影拍摄外 大部分行李都回到他的初衷 也就是健美比赛上 只是并不是他要参加比赛 而是他要来举办比赛 早在1989年阿诺就和国际健美总会合作 举办了一个以他为名的一系列运动赛事 总称阿诺运动节 其中健美比赛最为盛大 被称作是阿诺经典赛 是国际总会旗下的第二大健美比赛 每年也吸引无数世界好手共襄胜举 之后阿诺运动节的规模越来越大 所涵盖的运动也越来越广 从最经典的健美比赛 到近年才流行起来的甩巴掌比赛 甚至还有手足球这种趣味比赛 以及富科中古四季的健宿比赛 足足有多达60种不同的体育活动 堪称是国际运动会之外 最多元的运动盛会 阿诺运动节不再局限健美健身 也不着重在已知的运动赛事 而是希望能发掘更多不一样的体育活动 并帮助这些活动做推广 就跟他当年把健美发扬光大一样 阿诺回到了他的初衷 持续的为体育界做出贡献 使得如今已经74岁了他 仍旧能在体育领域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年当人们讲到健美史上最伟大的选手 通常大家的答案不再会是阿诺 因为阿诺的记录不仅已经被后人给追上 更有好几名选手足以和他比拟 让阿诺本该遥不可及的创举 顿时失去了锋芒 然而在这几位历史最佳的健美选手中 却没有一人有像阿诺这样的影响力 阿诺不只是自己练出了一番成就 还让许多人也步上了健身这条道路 同时他也翻转了健美选手的形象 证明肌肉男不再只是能秀肌肉 也为之后的健壮型演员们 开创出了全新的戏路 或许他已经不再是健美界难以打破的障碍 但每当人们提到健美这项运动 一定都会想起有为由此诞生的传奇 他改写了健美的定义 他开创了健身的风气 他至今依然是健美选手最成功的顶点 他已经是实至名归的健美之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